總統臺仙都算有價值強言團體主辦的議員 總統臺仙強言論壇 將搶入三個總統的候選人 正對候選人的問題來回答 國民黨的候選人的環境 初步接受提問 一開始是提出了三季節 規矩未來強言政策的規劃 正因為其韓國MarketArceler 維持企圖文表態 對候選人的修理 在國際派強調 其他部長屬立台灣完全 人民就前進入總統目標 黃國志參加強言論壇 面對五月來四年政策規劃 在國際派提出三季節 強調的台灣通國際聯合起來 加強勤電力 明年小學一年級 六歲的孩子進到小學一年級 必須開始實施中英文雙語教育 第二次見 明年所有大學生碩士班 博士班的學生 只要你申請到國外交換生一年 沒有錢不用擔心 政府會把錢幫你找到 第三 我們一定要讓45歲以下的 所有的軍工教警校 只要你申請到學校 教育部認可的學校 代值代薪送你出去一年 面對學生的問題 黃國志有準備 包含性品高有 民間議題 氣候問題都有負擔 不過對於民體出 有關公約法統統分析態度 黃國志多麼精明負盡呢 就怨天下有情人 忠誠眷屬 這一點是無庸置疑的 可是不要忘了 還有一件事情非常重要 也就是家庭價值 那原住民的問題 我其實講得非常的清楚 所有這些礦業的開展 要尊重原住民的朋友 這一點沒有問題 但是未來原住民 絕對不是光礦業法的問題 而是原住民長期被疏於照顧 法題已轉變 黃國志本人問到 產生高雄市中改下 共會做到前幾萬 不過今年尤其天 會產生總統 非常認同世界 和信用感問題 黃國志輕輕鬆鬆 報傳說 台灣好高雄真壞好 定要把南臺灣幾個縣市的生命力 完全釋放出來 而結束之後 黃國志輕鬆鬆 馬克亞世界的維持起動文 表態對 效尚系統的修理 美國一百強調 台灣安全和總統的接近 移民有錢 飛行經驗和接近 所以聽出台灣的總目標 聽出我自己做好用 不要貪污 和我自己做好用 做一個學業的總統 各個新聞 順便吃飯又順利品 特別報道